仙虎要來了 然後我們兩個一直說 哇 有貓女出閘了 貓女出閘了 好 仙女下閃啦 我們的仙虎下閃了 可以 誰都不然都搬來 嗨 大家 哈囉 大家好 我雷姨 我們今天來到台北 為什麼要來台北呢 因為我今天要帶你們去 認識一個新朋友 算是一個新朋友吧 應該就是新角色登場 新角色 很像在玩遊戲耶 對 一個一個破解 對 然後我們今天 為了要跟他一起拍影片 我們選了一家餐廳 等一下去找他 好 那我們一開始進來的時候呢 我覺得他很特別 我剛才以為他就是 不是芳香啊等等的 沒想到 他竟然是獅子晶耶 他剛才是直接在裡面 滴那個酒精吧 精油啦 對 滴精油 他可以招桃花之類的 沒有桃花 有啊 他是有種招桃花對不對 他招桃 招桃 招桃 我沒有提到這個耶 另一個呢 就是很像會有什麼 增加你的食慾的味道 我覺得一開始做的儀式感 就非常的好 湯頭的話呢 總共會有四種 我在網路上面看到啊 他們最招牌的就是這個 海鮮湯底 因為海鮮湯底 它裡面還有加一些中藥 所以聽說喝起來還不錯 接下來還有麻辣 還有牛奶 最後還有昆布 然後還有一個 你最喜歡的爆炸隔離 他套餐裡面啊 都有附菜盤 然後還有附餐 還有甜點 然後他們這一共鍋的話 要350元 可以抵消費 假日的話就不行了 接下來呢 還有10%的服務費 如果帶酒的話呢 有一些費用啊 然後還有小朋友收費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雖然套餐的話呢 裡面有很多的肉品啊 接下來還會附蔬食菜盤 附餐的話有白飯 白飯的話 它是放在旁邊 你可以無限程 然後還有很厲害的咖哩飯 這聽說是他們的招牌 然後還有冬粉到下面烏龍麵 最後還有甜點 甜點的話可以二選一 後面呢 它有各種各式各樣的雙人套餐 還有單人套餐 大家都可以慢慢看 就是它這裡會有寫說 如果你是豪華孤子的話 下面的內容物是什麼東西 大家可以直接看菜單 然後按帳體這樣 沒錯 然後這邊就是價格 你一直翻一直翻 就是價格的不同 然後你拿到的東西會不一樣 對 就雙人海鮮啊 然後等等的 單人系列的話 價錢就是有慢慢的降下來 因為就是一個人的費用 是單人好餐 大家很容易會點的 因為這個是很適合拍照的一個餐點 最後面呢 還有素食的部分 而且這也是餐酒館 所以它的酒類應該蠻厲害的 對 酒類的話呢 它有自己另外的酒單喔 總共有失業 這個單點版本就是一些食材啦 大家有興趣呢 也可以加點 就是這樣吃 那這個地方呢就是他們的醬料區 他們的醬料呢總共有七種 從沙茶蘿蔔然後醬油蔥花辣椒蒜 應有盡有 然後這裡有無限層的白飯都在這邊 然後廁所就是在另一邊喔 它一樓也有一個空間 它一樓好像比較少位置 就感覺一樓好像是酒吧的那類的感覺 一開始他會附上你一壺飲料 飲料的話呢 有可能是奶茶或是 冬瓜檸檬冰沙 你旁邊的這位你要不要稍微介紹一下 我姊姊啦 要怎麼稱呼 我是大姊 六一的哥哥叫大叔 所以我姊他叫大姊 它的附餐這個是咖哩飯 它的造型好可愛 它是一個電鍋中的 對 聽說咖哩飯是這裡很main的 這裡有一些基本的菜盤在這邊 好 我先送上來 最特別的就是這個 我覺得它咖哩有點甜耶 屬於甜的咖哩就對了 然後它裡面其實蠻多這種馬鈴薯的 因為你點附餐的話 你可以點白飯 也可以點咖哩飯 那你就點咖哩飯 反正是一樣的價格 就開始多一個這個 我覺得最厲害就是這個湯 因為這個湯有濃濃的胡椒味 然後它裡面只是用這個胡椒粒 在裡面是酥 就是裡面孔 然後這個湯超級有味 很濃 很好喝 這肉的話是牛肉 其實我們還有那個 最厲害的主持人還沒來 因為那個店員剛剛接到餐的時候 他說我們點的那個雙人 是一個大的養蜜場 對 沒錯 就是很多海鮮 很豐盛的概念 非常帥 就是今天來的目的 來 請吃 這麼快嗎 他說他洗到雞就可以起來了 蒜牛肉就不會那麼辣了 因為我剛剛喝湯的話 會有點麻麻辣辣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蒜牛肉的話 反而是那個牛肉味的味道比較重 就是我們這樣子吃火鍋吃到來啊 發現的一個小秘訣對不對 對 就是麻辣配這個牛肉 蒜來吃 就是讚 然後其他的像是蔬菜啊 就是弄你的另外一個湯頭 對 就是用來喝的 大姐要吃嗎 乾 欸你敢吃辣喔 乾 你剛剛不是說不敢 因為突然又變敢了 變來變去的大雞 不要浮誇 你有開始在感受了嗎 才剛放進去就好吃了 我感覺它很燙 這個牛肉真的好吃耶 前幾天去吃了一夾 那它是比較薄 就是一夾會破的 對 那這個我覺得它大片的話 夾了又不會破 還滿過關的 我覺得一定要點的就是 麻辣鍋還有韓鮮 這兩個超強 然後這個的話 我剛喝起來的是熱牛奶 還滿濃的 我們的海鮮快要來了 然後我們兩個一直說 哇有貓豬炸了 到底是有多厲害 超大的 有這麼大嗎你確定 超大的 超大的 有這麼大嗎你確定 要來了是嗎 來了來了 那是新娘要登場的感覺 對 哇 是大的水中香 哇 哇 仙女下房啊 這是有水竹箱嗎 好扯喔 Amazing 嗎 他已經下線了 他自己拿起手機在拍照 這很帥對不對 超多的耶 你現在是不是傻眼中 我覺得它的分量真的是有點多 感覺真的要吃一陣子了 那還有海鮮 那水竹館都搬來了 哈哈哈哈 剛才呢其實有點一陣混亂 因為呢大家實在是太驚奇了 直接傻眼了耶 對 你們看 這個是我剛來那個松阪豬 聽說他們這裡松阪豬很好吃 會脆脆的感覺 然後它做成像玫瑰花瓣的樣子 很像水晶球吧 很漂亮啦 然後它這樣子上面一層一層 然後下面有一個乾餅一直焙 接下來呢最厲害的就是這一缸 這一缸就是我們的水竹箱 大家忙聽到一個聲音 對 一個海浪的聲音 這個 它有放那個自己自帶音效 對 我第一次吃火鍋遇到這種的 你看這全部都是海浪聲 有過就是很像在神秘奇境 旁邊就是漁港的感覺 然後它這個水竹箱啊 它也很厲害喔 它旁邊這裡啊 全部都是一些岩石的造型 然後這裡有一個超大的龍蝦 你們剛才看到應該就是它吧 對 就是它 你早上還是關掉 那可以了 謝謝 謝謝 海浪走了 對 因為海浪有點干擾到我講話 有看到它這個上面這個 有點像那個孫悟空上面的 噔噔噔噔噔噔噔的東西對不對 不是啦 龍蝦虛就龍蝦虛 在那邊孫悟空幹嘛 你看它這個龍蝦 它都是有切成一塊一塊小小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比較好使用 然後這裡面有些灰軟啊等等的 就是各式各樣 裡面大概有十幾種的好夥伴吧 然後這裡還有蟹膏 所以呢這樣子意味著 等一下可能會幫我們煮桌吧 還有這個沙肉 沙肉的話就有說每一種海鮮要煮多久啊 上面都寫得清清楚楚的 那這一盤呢它叫做爆炸蛤蜊 它是等一下全部都要下到 我們的海鮮鍋裡面 然後如果你煮熟之後 要加上這個 這是酒 要給它放進去 小米酒了 對 就是讓它空腾這樣 這是火鍋料的部分 它會這樣子巡迴 然後會問你說你要不要吃這個 啊這是不用錢的 但是一桌很像就是一次的機會 所以大家可以點起來 斟酌的點還是不要浪費為主哦 我剛剛疊倒兩個 那還我四個耶 那不然你把整盤都弄倒 全部打開 那就還我一盤 我現在要來吃豬的厚井肉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松阪豬的部分 它其實煮起來蠻厚實的耶 它就擺成一個玫瑰花樣 就這樣很用心 對 很多人來這裡都會點這個來拍照 對 因為其實你單點松阪豬的套餐 價位也不用很貴 我最期待的部分已經變成說 它最後要幫我們煮粥了 現在我們再把那個海鮮盤丟進去 然後居然開始計時了 對 我們剛才丟的是牡蠣 然後它上面這樣指示說要一分鐘就好 一分鐘我們看白色的 對 我們要看白色 這裡有寫個1 其實我認真覺得它那個1大本海鮮盤蠻划算的 因為你記得我們有去美式賣場 賣那個1大盒的那個海鮮 差不多也是2、3千對不對 對 而且來這邊的話 你可以有這種火鍋的可以吃 然後有環境也可以享受 加上還有一些好喝的飲料之類的 我覺得這樣子 兩人套餐才2千7滿划算的 就是偶爾來吃一次我覺得還不錯啊 對啊 然後如果大家沒有想要吃海鮮的話 頂一般的那種肉也OK 喔 對 它裡面有兩隻龍蝦 就是這裡一隻小隻的 然後這裡一隻大隻的龍蝦 所以總共兩隻 但這隻蝦子都是要用頭把它倒立著 對先讓頭去滾 然後再溜滑梯下去 你看我們的龍蝦都是一塊一塊的 他們已經在儲廠前就已經先切好了 所以我們如果自己下的話 就可以直接一塊一塊放下去下 不然就是龍蝦通常就是只有給一個人吃 欸 你收到重點了 通常都是你吃掉的 它真的很豪華齁 對啊 豐盛的一餐 剛才已經有人先把一個鮑魚吃掉了 我剛剛不小心 因為我不知道 不小心 我不知道你要拍照嘛 我們現在不是就是在拍照嗎 照理來說會有兩個這個 結果我們拍一個 整件人的尾 哈哈哈 這大姐白的愛心欸 很有創意欸 對啊 快四十歲的人還那麼少女心喔 哈哈哈 哈哈哈 他跟六姨是同一天生日 對 我們都差了 差了八年 哈哈哈 然後一月六號一月六號 對一月六號萬歲 好累喔 耶 呵呵呵 這個是龍蝦嗎 嗯 嗯 咖啡他說這是孫時級的咖啡啦 所以他說煮一下子就可以了 反正他就是有各種海鮮 然後現在全部都是煮出來了 對 然後這一大盤呢 都是龍蝦的部分 然後這裡還有小小的蝦子 跟他對比之下 他是真的比較小啦 沒錯 不過他其實在一般的狀況是普通的 然後我們等一下這邊吃完之後呢 其實他正常來說 就會來幫我們煮粥 煮粥完之後呢 還有一個重點 甜點 沒錯 他的甜點很好吃 我覺得這間的龍蝦 跟我們以前的那個餐廳的龍蝦 感覺不太一樣 因為它的味道很入味 我之前吃到比較鬆的 是因為它已經煮好了 然後送上來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插下去 大家就可以感覺到 它是那個會陷進去 有種buck的感覺 我覺得這間的龍蝦 是近期來說最好吃的龍蝦 就是非常的鮮 現在呢要來煮粥 然後要先試湯頭 那現在那個粥呢已經煮好了 剛好三大碗 然後呢我們剛才有這個軟的部分 所以直接加在上面 太奢華了吧 他剛才其實也可以加在飯裡面 不過我們覺得加在麵上面剛剛好 然後旁邊呢還有多一點點這個蔥花 也都可以再加進去 哇好讚喔 這樣子又是一個主餐了 旁邊還有這個白胡椒粉 也是我們兩個的最愛 真的很像越來越多餐廳都開始煮粥了 我覺得粥真的是 加入之後是一個蠻重要的元素 對就是有點像是蠻重要的指標的感覺 我可能會為了一個粥 然後去那間店 對真的 因為我們之前像就有一味粥 然後我去喜歡一家店 有夠味道嗎 味道非常足 你們的味道真的是還蠻重的 總而言之就是吃完這碗粥之後 你會飽到甜甜蓋 等一下我們還有甜點 等一下甜點又是妳的菊了 好那我們甜點也來了 紅豆子米粥 妳剛剛是不是說有一個厲害的 黑糖寒天 對就是QQ的 剛剛我覺得哇好驚豔喔 它整碗吃起來是甜的嗎 是甜的 然後裡面那個 我一開始以為是整酥 結果後來好像不是就是QQ的 結果老闆說就是寒天 有一點黑糖味 然後我的話這個是冰淇淋 那旁邊是那個熔岩巧克力 它是加熱的 看我剛才切開來之後 它的巧克力都融化出來了 我覺得吃一個 就是鹹鹹的東西 後面一定要用甜點來收尾 會有一個完整的感覺 太讚了 你看它一直爆出來 真的 很爆喔 很熔岩喔 好喜歡喔 我覺得今天這間店呢 算是一個蠻厲害的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也覺得它有點貴 但是我後來發現它那個水廚箱一來 一切划算 我剛有比喻過我們去Costco買那些東西 那些食材也差不多這些錢 然後你可以享受到一些環境 還是服務啊什麼的 就一定大於這個價值了啦 重點是我覺得它的一些擺盤啊 都是會讓人家覺得 哇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有想到辦法 吃用這樣的呈現 尤其是剛才那個海浪生 喔對 海浪生真的是第一次遇到 它真的是是太影響 對 太神奇了 我們都不用後製了 對 然後剛才還有那些湯底的部分 我開始說它的那個海鮮的部分很好喝嘛 對不對 另外我覺得它那個昆布 它是要越煮越好喝 你說最煩人對不對 對 原本想說它就是最平凡無奇的那種感覺 沒想到最後我還是一直喝它的湯 然後麻辣鍋的話就是蒜肉好吃 牛奶鍋的話你們就說奶味很重 牛奶鍋他喜歡 蒜青菜好吃 然後還有那個爆炸蛤蜊 其實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那個海鮮湯 喔海鮮湯 有白胡椒的味道 對 我很喜歡 我覺得如果大家來不知道是什麼 可以先往那個下手 絕對不雷 希望以後頻道都會有姊姊的出現 但是她住台北有點遠 往北部出發的話就可以找姊姊 好 那我們後天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